内阁成立委员会以便在未来半年探讨支付两成石油税给出产州的机制 不过首相敦马迪指出 虽然政府愿意提供比目前5%更高的石油税 但是20%的承诺还需要慎重研究 这是避免损害国油公司的发展和利益 因小失打 首相敦马今天在沙巴亚币会见沙巴首长拿都斯里沙菲一后透露 西蒙政府已经准备好 前党目前支付给石油出产州50%石油税的机制 内阁很快就会研究做决定 但至于西蒙在大选所承诺的20%石油税 则需要深思熟虑 毕竟过高的石油税会增加国油公司的营运成本 切而损害到国油公司这支基母基的根基 这个停留下给压力的税 陪拜登上磊会失费钱 北特尔尔尔是在世界一类的公司 因为这里是福ор国油公司 从措施 成长在農工 成长在農工 发展 到農工 到農工 首相强调,西蒙政府目前会继续以现金支付给四个石油出产州 不过有些州属还拖欠中央政府债务 相关州属受处尽快还债,避免破产